这是要喂奶粉的小羊 放桶里了 安顿着先 这怎么这么大声音呢 妙钟响起了 找妈要吃奶了 这是到了下午的生物中时间 看现在大羊吃饱了喝足了 小羊就开始陆续的找妈妈 满院都是小羊搞的叫声 充满了生机啊 在这种环境下 你要想睡个午觉也挺难熬 自发的叫啊 各找各的妈就靠这个声音呼唤着 声音有的大家听着了吧 全都喊自己的妈呢 在哪啊在哪呢要吃饭了 现在下羊羔已经接近尾声了 看这一大片 翻了一番了已经 从二月份开始我们开始接羊羔 到现在第一批羊羔已经架了一大半了 还有将近二百多只羊没有下羊羔 现在已经有可能七八百只羊羔已经出生了 这七八百只的羊羔也有一定的损耗 这就是我们今年损耗的小羊羔 全都堆积在这儿了 这个小羊羔 卖它的皮可能也就几块钱 我们这一大群羊啊 今年损耗的是这群小羊羔 对我们这些户户来说 这些羊羔的损耗还是成正比的 不算太多 这些小动物啊 其实跟人类一样 这一群你看躺在那一片里面的有畸形的 就是没有下巴的 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早产 要不站不起来 要不就是动不了 还有一部分就是生下来之后 没被及时发现上洞了的 都在这里面 对于今年来说 没有损失那么多 我们还是有一定收入的 今年还算属于盈利的状态 就冲这个百分比来看 将近两千只的羊 才有几十只的损耗 绝对处于正常现象 所以今天属于翻翻了 挣钱了盈利年 现在已经到了三月初了 我们今年的接羊羔的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到了四五月的时候 这些羊群又可以出去撒花了 又是翻翻了一年 牧区人们的开心时刻 就是在这个世界 看这一大片 真开心的 进入银行的账户 又增长了一番 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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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